惊悚超商抢案原名理性男子22号凌晨锁定了新北市三峡的间便利商店 多次买零食降低店员的戒心 最后一次准备结账的时候拿出100元虚晃一招 手一声就从收银机里头抢走了一大把千元大抄 总共7000块钱想要落跑 店员非常奋勇冲出店外 拼命的从嫌犯的手里头抢回了3000元 最后还被歹徒凶恶呛瞎 歹徒最后是跑了19公里 终于落网 抢超商嫌犯逃上滑江桥被警方逮捕 离心嫌犯嘴硬还想抵赖 但身上找到4000元赃款 就连零食都是从便利商店抢走 没付钱的 落网半小时前 他从便利商店抢走一大跌千元大抄 女店员追出来拼命抢回3000元 手还被嫌犯抓到流血受伤 被凶狠恐吓 女超商店员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警方调查 嫌犯凌晨就开始骑车到处乱晃 随机找到一间超商大夜班是女店员 认为好欺负 假装买东西好几次来降低他的戒心 最后一次拿出100元要结账 收音机一开 他手一伸 抢走一大把千元大抄 车子还有衣服的特征符合这个抢北 当场把他逮捕 48岁理性嫌犯有多次毒品跟窃盗前科 这回疑似毒瘾犯了 由偷便抢 从三峡往台北市万华窜逃 在距离19公里远的华江桥桥头 被警方活歹 以准强盗及伤害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刘司 周冬林 新北市报道